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关于美妆面包中所用的妆面的一个区域和一个分享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大概做了一个六种不同妆面的面包的一个测试 那其实面包看起来大小的差不多 但是可能它们的柔软度啊,保湿啊,保护风味可能是有区别的 比如我们看我们这个汤柱,那这个呢会比较细一些,比较平细一些 它是用60度以上的水来活化面团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汤柱呢,它的制作呢一般是水15分11 然后把它做成大概60度的水,给它隔水加热,变成这种活化就可以了 它一般在美妆中主要是增加面包的一个保湿性和面包的一个柔软度 还有面包的一个柔软性 那一般程度讲,它的量呢,是增加20%以上到50%之间 那如果你增加这个时候呢,那我们通常水要适量减少一部分 然后我们这个汤柱做的面包呢,面包的它主要是保湿性会更好一些 柔软性会更好一些 正常程度讲,我们做汤柱一般用的比较少 可能我们更多用的是别的种 就是这种在面包的应用比较少,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那这样感觉是我们的泡沫 它可能是需要把水加到80%以上,烧开水 然后呢,把面粉倒进去,看到它这种就是跟糯米感觉一样的状态 那冷却后,这样让它的淀粉产生了分解 然后我们可以再加到我们的这个面包中 那主要让面包的柔软度和保质性会更好一些 扣弹性可能它没有这种汤柱更有加有扣弹性 一般我们做面包汤柱做的话,可能一般用来吐司比较多一些 包括饶面包也会比较多一些 那它的淀加量是在百分之二十到五十之间 那我们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中种 那中种呢,也是面包的一种生产方法 一般来我们做面包会运到的就是中种法 那中种法呢,是经过两次炸弹,两次发酵的面包的生产的工艺 我们称为这个中种法 那一般来我们用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或者百分之七十 甚至更少百分之二十来做这个肿面 那肿面就是面粉、酵母和水 脚要成长后,常温发酵,两到三小时 发酵原来的两到三个大后 发酵的这个状态,两到三个大后 我们把它再加入我们的肿面盘里去做面包 那它做到面包的使用,基本它的这个面包比较 就是比较柔软,奇迹比较大一些 那一般用来做点面包,吐司会比较多一些 那一般情况下它的就是优势就是面包柔软,奇迹膨大 保质期间可以延长,但是它的劣势就是怎么了 比较复杂 那我们下一个是裸包 裸包呢,一般我们它是就是有乳酸和醋酸的一个面团 那一般它会做欧法面包用的比较多一些 做什么是不会用的,我们只是为了签加到面包中 我们去品尝它的一个风味 裸包主要是增加面包的这个乳酸和醋酸 增加面包的一个就是酸和让面包的口感会更湿润一些 那因为测试,所以我们会加进去感受一下 那我们还有我们的老面 那这个老面呢,一般情况下 就是它有一个类似一个比较主食的面包 没有糖,没有油脂,就是面粉,酵母,盐水,四种材料 那我们加入老面主要让面包的这个风味会更好一些 它跟裸包不一样,那裸包一般也占面面粉的20%到50% 那主要增加面包的醋酸和乳酸 一般用来做欧法面包比较多一些 那像我们的法式老面一般用来做一些欧法面包 没有用完的就可以用来加入同样的面团去搅拌就可以了 那一般的量是20%到50%之间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式面包配方 所以它可以加入到我们任何的面包中都可以 但是一般我建议加到我们的欧法面包就可以了 那可以增加面包的一个发酵的快速 我们可以增加面包的一个风味 增加面包的一个膨胀力等等 都是可以起到一个作用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液种 那液种呢是我们是用粉和水的水 那是液体的水 那是一个快血的一个液态的一个中种 我们将一液的水和一液的粉拌以后 放湿样的浄土 让肠的发酵的原来两倍大 我们一般嵌加到我们的一些欧法面包里面会比较好一些 拿到膨胀力包括面包的这个活性会更好一些 但做吐司呢我们可能只需要测试一下 所以一般情况我们做液种可能会用的更多的就是 欧法面包会比较多一些 吐司很少的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测试面包中的所有的种面的一个作用 其实有些 因为测试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面团都放在去测试 但是我们真正做面包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能用到就是像什么 裸方啦 烫种啦 中种啦 包括我们的液种啦 老面比较多一些 可能有些也用的比较少一些 所以我们做不同的面包 可能用不同的面包的方法去做 可能是对这种面包的风味 口味 柔软豆 湿豆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去制作面包 那只有了解这些 每个种对面包不同的作用 我们才能做出我们想要的面包 那我们刚才讲到每个种的一个区别的时间 基本我们讲到这个种的存放的 存放的时间和保存方法 那一般我们这个 汤种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 做完后一周之内 三千左右 两个用完就好了 因为放的时间比较容易分离 所以这个呢一般我们会放的冷藏 差不多放到三到五前是最合适的 那像我们这个 因为它水平还能比较少 它可以保存时间 可以一周以上就没问题了 正常常用冷藏就好了 那像我们的种种呢 我们一般都是隔夜 或者当前用是比较合适的 那像我们的 鲁帮种呢 它是可以一直续养的 我们也讲过鲁帮种 它可以续养很多年都没问题 没有就可以加粉加水 那再次续养就可以了 那像我们的老面一般呢 我觉得三到五前就可以了 放到它就好了 如果时间长容易发酸 面包就会比较片醋酸 那像我们的这个 夜种的话 一般我们做的一般 会比较合适一些 正常的话 储存也不太好储存 所以我们试用的时间 可能是一到三千会比较好一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